早啊,新闻来了 今天是2023年3月28日 星期二,农历论2月初期 首先进入药门 27日,20届中央第一轮巡视对象公布 将对30家中管企业党组开展常规巡视 对5家中管金融企业党委开展巡视回头看 对国家体育总局党组开展机动巡视 博敖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将于3月28日至31日 在海南博敖举行 本次年会的主题为不确定的世界 团结合作迎挑战,开放包容促发展 国台办发言人27日表示 宏都拉斯同中国建交,是顺应大势的正确选择 文化和旅游部27日发布通知 自4月1日起,各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可根据工作需要恢复审批 对外文化和旅游交流出来访团组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27日公布多项阶段性税费优惠政策 涉及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优惠 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等 27日,马英九率团抵达上海,并赴南京 马英九此次来大陆祭族参访 将到访南京、武汉、长沙、重庆、上海等地 接下来是一组资讯 商务部数据显示 1至2月,我国对外投资快速增长 对外飞机农类直接投资1360.4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35.7% 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 今年夏凉生产基础较好 冬小麦播种面积稳中有增 目前冬小麦一二类苗比例89.4% 展示好于上年和长年 教育部决定从27日起 组织开展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周主题活动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委 近期批准发布饭店业信用等级评价规范 将制止餐饮浪费 纳入饭店业信用评价国家标准 27日,我国自主研制的 全球最大装箱量集装箱船 新浮104轮在江苏太清阳子新浮船厂一波 安全脱带出江 贵州省政协党组成员 原副主席李赛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7日,贵州台盘村的村BA总决赛中 前东南州代表队以68比65战胜尊义式代表队 获得村BA总决赛冠军 当地时间26日 英国多赛特郡一处路上油田发生泄漏 已被认定为重大事件 当地时间3月26日 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在一份声明中称 美国第一公民银行达成收购硅谷银行部分资产的协议 将接受硅谷银行的所有存款和贷款 下面是服务信息 中央气象台预计 27日20时至28日20时 西藏北部和东部 青海南部 甘肃南部 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 有小到中雪或雨加雪 其中西藏东北部 青海南部 甘肃南部等地区地有大雪 西藏东南部 江南中南部和西部 西南地区大部 华南大部 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 有小到中雨 局地有大雨 感谢关注央视新闻 更多资讯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 我们明天早上见 地区 第二队 代表队颁发单粹麻鸦和绣片 请运动员不要将麻鸦 往观众台上抛刃奥行 贵亚军尊义士代表队颁发 柴江群鱼和慕容船 掌声有请冠军前州南州代表队 上前领奖翻发台江里稳乡米和银帽 中文字幕提供 亚洲论坛2023年联会 将军3月28号9月31号 在海南博鳌举行 中文字幕提供